愛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氣 只怕我自己會愛上你 也許有天會傾伏自己 想念只讓自己哭了自己 因為我從小就是喜歡音樂嘛 然後也喜歡表演 我很感謝就是有街頭藝人這個工作 就是給我很多表演機會 我覺得它從本來是我的興趣到 到現在是應該算也是對我來說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像我可能跟別人自我介紹的時候 也都會提到這個部分 就是我很愛我很熱衷的這個部分 我要考這個街頭藝人 其實我的媽媽就是一直都很支持我 像現在不管到哪一個地方 她也都是就是很全力盡她的所能都支持我 那個高中的時候她就比較正式的一起做演出 那很多同學就來來去去 就有些同學也是 我在街頭唱過一次 我的成就解鎖好像就沒來了 那她就是一直 有興趣也很努力就一直來 跟著一起唱一起唱 就大概就是蕭瑄比較固定的在唱 基本上我有接到的場子 她就會來 對 那後來就發現 欸都會來嗎 那不論我們試著合作看看 對那其實 那個階段其實對你來說 對蕭瑄來說應該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階段 我覺得就是高一到她 高二那一年就是她 應該是你的 比較起飛的那個階段 對因為她必須要一個人去完成她的表演了 對那也是看到她慢慢的 能力越來越好了 那我就說不然我們來合作看看 對然後就開始 可能我先彈 然後我們合唱 然後之後到 可能雙吉他 能夠一起合作 對那後來就我們想說 那不然我們就 反正平常也都會記錄嘛 那我們就把 我們的兩個人的這個品牌 抓出來經營 對那就是在去年六月的時候 正式成立聖客這個樂團 在表演過程中 聖客樂團用音樂治癒人心 自身也獲得滿滿的成就感 而歌友的反饋與鼓勵 對他們來說是無比的力量 我覺得每一場演出都是 我在累積經驗 那我也很喜歡就是表演的時候 可以得到的一些成就感 很有打掌 這部分其次 對重點是那個成就感 然後還有讓我可以繼續在大眾面前演出 是因為每次表演後 可能會收到觀眾的一些紙條或是卡片 然後就會讓我有很大的動力 可以繼續在大眾面前演出 我覺得在街頭是 那個人潮是流動的 然後在餐廳的話是 大家客人會坐下來聽你唱歌 所以其實感覺是不太一樣 我們還是會稍微去定位 其實不太同的定位 對街頭可能就是比較像是 我們自己 甚至我們連設備都要自己去準備 對到硬體設備 我們吉他當然自己準備嘛 那可能麥克風啊 然後音響啊 然後到甚至麥家普家等等 都要自己打理 比較像街頭一眼的感覺 就是這樣可能 網路上看到了 就拎在一個音箱 然後去街頭一個點上這樣子唱 我是希望他們可能走在路上 然後剛好停下來 可以聽到我們的歌聲 然後我們也會分享我們的故事 我的歌有在某些時刻 給聽眾一些力量就夠了 對所以這慢慢的可能延伸到我 現在就是一開始可能唱歌 OK除了我需要支持我的經濟 對我可能需要一些收錄以外 那如果你能夠被我翻唱的歌 或是被我創作感動到 或是給你 像剛剛我分享的那個 對給你在你失落的時候 給你一些力量 那我覺得就很夠了 很值得了 對你按摩 謝謝你 是